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我们今天来看一部法国奇幻电影《月球旅行记》 天文学院的院长提出了一个月球旅行计划 但这个计划备受争议 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所以人们觉得不可能 虽然觉得这个计划不可行 但还是有几个天文学家愿意尝试 他们决定和院长一起登上月球 他们将太空舱做成了炮弹 然后制造了一个发射太空舱的大炮 和朋友们一一告别后,几人就登上了太空舱 众人合力将他们的登月计划而努力 很快,炮弹就被发射升上天空 他们的太空舱越来越接近月球 但没想到,月球是个长着一张人脸的玩意儿 而太空舱也正好命中月球的右眼 很快他们就成功登陆月球 不需要太空服,也不会缺氧 在这里,他们成功地见证了地球的运转 也见证了火山的爆发 很快,几人因为太兴奋有些累 于是他们准备休息休息 等他们睡着后,月球上开始热闹起来 天空出现了一些人脸星星 人脸星星好奇地围观这几个外来人士 不一会儿,星星变成了仙女 其中一个还恶作剧地洒起了雪花 等到几个人被弄醒时 仙女们又消失不见了 几个人爬起来继续着月球之旅 他们再过一个峡谷时将雨伞放在地上 结果雨伞直接变成了一个蘑菇 蘑菇越长越大,完全超出了正常尺寸 他们还遇见一个跳动的月球人 可惜双方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 于是开始大叫起来 没想到他竟然变成了一片烟雾 正当几人高兴时又冒出来更多的月球人 很快他们就被月球人抓去了月球宫殿 月球国王命令下属将他们关起来 一个人趁国王不备将他拉起摔在地上 国王果然脆弱地变成了烟雾 随后他们便开始了月球大逃亡 月球人紧追不舍 干掉一个月球人不是什么难事 但对付一堆月球人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没办法几人赶去悬崖边 那里停着他们的炮弹太空舱 他们将太空舱推下悬崖想回到地球 一个月球人铺上了太空舱 随着几人和太空舱一起坠落 最终太空舱载着他们掉进了地球的海里 就这样他们回到地球 一支游轮发现了他们将他们救起 万幸的是他们都安然无恙 而众人也为他们的回归而庆贺着 他们不仅成功地登月 还成功地带回来一个月球人 真是天大的喜讯啊 电影就在这样的欢呼声中结束 这部电影是历史上的第一部科幻电影 上映于1902年 如今距离上映日期已经过去了117年 原片中的彩色全部是手绘上去的 而结局和彩色版也曾一度失传 期间的修复就持续了十几年 可以说这部电影对于人类英史意义非常 值得庆幸的是 我们如今还能够看见完整的结局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门